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叫做 牛頓第三運動機率很簡單 但是也是喜歡考的內容 先問一個笨問題 手平舉拿著沿著西人的小球 放手 球會發生什麼事 跳下來 很好 跳下來 第一位受到 益信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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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掉下來 天花板拉著 非常好 天花板勾著拉著 這個不是很蠢的話嗎 講這個蠢話的原因是要告訴你 地球不會思考 它有地吸引力 OK 天花板也不會思考 可是它在把你勾著拉著 這要告訴你 你要出力 是不用思考的 是不需要思考的 不用有智慧 它才會出力 不用 不用 不用思考 它就會出力 所以並不是 我要有知覺 我要有感覺 我才能施力 不用 倒過來講 也不是 你想要怎麼施力 就可以怎麼施力 我們昨天做的活動 一個人拉 4公斤多 一個人拉 5公斤多 等兩個人一起拉的時候 就不是4也不是5 所以不是我想出力 4公斤重 就可以出力 4公斤重 我想出力 5公斤重 不是這樣的 不是的 要出力 不需要會思考 你想這麼出力 也不見得就可以這麼出力 不是想不施力 你就可以不施力 想怎麼施力 就可以怎麼施力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要用到我們等一下要交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所以不見得你想怎樣 就會怎樣 這邊有個力圖 這是我們前面跟各位講過的重點 我們說力的問題要問自己 誰受力 受哪些 就畫出力圖 這個球有受什麼力量 地球拉它 地球拉它 繩子也會拉它 繩子還會拉上面的天花板 然後天花板也會去拉繩子 平常我們在畫這個圖的時候 我們只畫最上面跟最下下面 然後就說天花板拉球 地球拉球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很少 在國中很少出現中間這兩個例 這兩個例在高中叫做張力 國中很少問這個力量 問這種力量的題目很少 但高中會喜歡問 問這個張力有多大 但重點就是你要知道有這些力量 有這些力量 然後呢 以後就會有一些計算的想法 解決的想法 要有這個力量 要張力 國中很少提張力 但是你要知道最上面有一個天花板的拉力 還有一個地球的拉力 然後兩例提一個人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力圖 就是我們以後再跟各位講一次的重點 就是你要會畫出力圖 知道他受益的狀況 然後這邊有一個圖示 就是我們去推牆壁 我往下倒 推牆壁 沒有倒下去 為什麼沒倒下去 因為牆壁也推我 對不對 所以一個叫做我推牆壁 一個叫做牆壁推我 那這就帶到了我們現在要講的力量 好 我往下倒推了牆壁 同時牆壁也推著我 我們就帶到了現在要教的所謂的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當我對一個東西施力的時候 A對B施力的時候 B也會對A施力 物體會給他一個反作用力 這要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定律 A施力給B B也會施力給A 這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這兩個力量有個關係 叫做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做在一條直線上 這句話好像聽過 對嗎 合力等於的時候 合力等於的時候 但是這裡有個問題 合力不等於0 以後會問 以後會講 那就先知道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做在一條直線上 還有一句 同時存在同時消失 如果現在有作用力 那就會有反作用力 如果沒有作用力 就沒有反作用力 同時存在同時消失 這叫做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剛才例子 我推牆壁 牆壁也會推我 我推牆壁 牆壁也會推我 這樣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做在一條直線上 還有一句 同時存在同時消失 OK嗎 OK 我們來看一個影片的例子 他就給你顯示他的大小相同 他們這邊用互相拉 然後用一個蹭 來蹭他到底多大 來 好 來 左邊 左邊大概在3 左邊大概在3 然後到右邊 右邊也是在3 這要告訴你大小相同 然後一個向 左個向又在方向 相反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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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同學真的用3 這麼大的 來 來 來 猜 你猜猜大公司的獨租是幾 兩 我們看到了 最近的獨租都是3 N 都不一樣 看著眼睛 他就告訴你他的大小是相同的 方向相反的 OK 這就是把我們剛剛講的 再給你 就影片證明給你看 可以嗎 可以